全國的節目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還是這樣盤後解盤的節目 今天台北股市我們看一看 今天台北股市最終震盪最高了 漲了94年 漲了94年 因為昨天美國股市它基本上震盪下來 黑然後能翻紅 翻紅再黑 再平盤 再黑收到最低點 收到最低點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節奏的一個部分 關鍵的 來到這裡 為什麼會這樣 我早就講了 我說來到這裡有拍照 拍照是怎樣 個股會這樣 海來海去 海來海去 海完後11月營收公佈完了以後 大家focus的重點會比較偏向 偏向哪裡 偏向事業營收 10月營收好的股票 即使下來還是會上去 這樣了解嗎 那為什麼是這樣 我再講一遍給大家聽 因為12月盤點 12月盤點嘛 那如果你出美國的 12月還有聖誕節 所以他本來那個大家上班的時間少一點 然後1月份 我們亞洲地區 我們亞洲地區都放到 亞洲地區都放到 中國過年 香港過年 然後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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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也過年 我們也過年嘛 不是這樣嗎 對吧 所以1月份的營收就少 2月份本來天數就少 所以來到這裡 從後面往前看 最正常的一個月份是11月 所以11月營收好的股票 基本上來講 比較有多的想像體材去想說 想說什麼 想說明年會不會好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這樣了解 那個股的部分也都是這樣的概念 有的股票 有的股票有不同的一個條件 那我等一下會來跟大家講 這難度難度再增加 難度再增加的時候 有的股票要懂得賣 有的股票急殺要敢買 這樣 體材的部分 第一個 網通的族群 昨天開發說的網通 這個華星光說得不好 他說的美女不會太差 他講的不是很好 那所以我預期 我沒看到營收的時候我預期 他可能11月營收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所以大家都先摔了 加上他觀景幣 第一個 他說400機很好 800機可能不好 800機為什麼不好 因為800機可能是400機到1.6T的 的這個過渡產品 所以大家有可能400機沒有跳去 400機現在我們100 跳400嘛 400之後再來跳那個資料中心的 以太網路的跳這個800嘛 那可能不跳800 800乘以2就1.6T 就直接跳到1.6T 這樣了解 這樣了解 這樣了解吧 那他講的是這樣 他講的是這樣 我們看光通性的股票4977 他今天早上起來其實是漲了啊 那是因為叫4979 帶賽到 帶賽到 帶賽到你聽到嗎 4979 帶賽到 因為他是4979 是這一次最強的股票嘛 最強的股票 那4977公佈出來 人家 你看今天4977 今天的高點 119.5還過高 是不是還過高 過高 過高拉回 為什麼過高拉回 因為他講說他10月份的獲利 10月還是11月 我們看一下 11月啦 應該是11月 我來看一下 那沒關係 11月份的獲利 是1塊 11月 10月 12月 他說是1塊 1塊 1塊就不錯啦 為什麼1塊不錯 因為他 第三季才2塊嘛 1塊賺1塊 1塊賺3塊 3塊就等於是 3塊就等於是他 1季賺他 前三季嘛 所以不錯啊 但是被壓下來 那壓下來幾個 主要原因 我昨天有講 因為他現在限徵93塊 93塊 我還要限徵 那我是不是 不能賣掉 那賣掉就不能限徵了啊 那我怎麼辦 高起來我去放空 我去放空 然後我來限徵 那把你鎖住 我譬如說今天來到118 好了118 118加上93塊 就是18塊 加7塊 25塊 我25塊 25% 收起來 這樣可以吧 所以他的賣壓是來在這裡 那他一講到這裡的時候呢 其實他下來的時候呢 就會把 把那個叫做3081 3081就被那個 被那個4979把它帶下來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這個3081講說 他說他800基不錯 他因為他的制藥中心800基不錯 但是我是最上油啊 好壞 你怎麼知道 好壞是我知道 因為你要下 那個最原始的這個 光通訊連鑑的 晶片給我嘛 晶片給我是他嘛 所以他說400基 800基都不錯 那800基當然 當然 這個中國大陸 他可能不能用到 可能美國有管 800基不給他做 但是他可以用兩個400基嘛 對不對 或是你要用1.6T 他可以用四個400基嘛 這樣了解吧 所以基本的架構來講是這樣 他也被殺下來 那殺下來 剛好回到哪裡 本來都在這裡 沖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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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是十日線嘛 那我回到十日線嘛 118.9的119嘛 這個地方嘛 十日線跟月線之間 都是好的買點 我認為是這樣 我認為是這樣 那4977的部分 因為獲利很好 他還是十日線到月線之間 都是買點的 我也認為這是月線跟那個一樣 那4979的起這麼多 你說月線 我扶你的月線在這裡 月線是40塊呢 哪有可能啦 他的十日線跟月線 十日線以下 我認為是這樣啦 往通股嘛 對吧 然後3454的這一個 這一個精銳 今天又衝 衝到221.5咧 他多厲害啊 他今天又在這裡做震盪 你知道他從最低點到最高點的時候 72多長到229 長了兩倍耶 3128的 3128的增銳 也長了兩倍耶 兩倍多耶 基本的架構來講是這樣 所以這個族群呢 基本上來講 是一個多頭七啦 多頭七就找買點 那高 高 高處不算 你就算買嘛 高處不算 你就算買 買不到就算了 買不到就算了 買不到就買新的就好了 這樣了解 這個就是阿翔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講的一個概念 從類股來講 我今天去上前線百分百 這個概念呢 你可以看 我會在這個地方去講 那你看他股價是這樣 你看今天來講 運輸類股昨天下多少 現在沒有下了 現在又去金融了 對吧 去金融就是要去百貨 那這玻璃股很厲害 這玻璃股 還蓋了 台波啦 台波給你蓋 對吧 台波這個是外資買的 那投信再賣也賣不下去嘛 所以有時候股票 家裡有人 這個狀況是不一樣的 這樣了解吧 那我就講這樣的概念 就像131342 1342就是八貫嘛 八貫的部分你看 這樣一支 這支沒有漲停 一支 這支沒有漲停 我來換一下 這支沒有漲停 這支一支 兩支三支 那今天又半支 那一天半支 所以四支停半 所以你要注意到這個 有的時候有個股票起來 那四九七九一個概念嘛 四九七九的概念是這樣 最大量的位置在這裡 當它跌破最大量的位置 這個是四九九嘛 然後今天開盤的時候開 開多少 今天開盤開五十一嘛 直接開了跌破 跌破你就出了啊 跌破最高 最大量 你是要做什麼 這七萬幾點 跌破不是都套路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就是操作上的部分 我們要去注意到的一個 策略 這樣了解吧 來 那有什麼股票 我們未來可以去注意的 來到這裡 它動了 解封的概念的部分 像今天有人講到說 說這個武豐呢 這個博弈會很好 那股價漲起來了 我知道 像金沙啦 那一些永利啊 他們股價都漲 但是 習近平啊 他以前呢 就會跟那個澳門賭場的 拿監視器 拿監視器去看什麼 用天網系統 去辨識一下自己 這個黨內的 這個 這個 那個叫 書記 有去那製錢嗎 所以 所以現在 現在那個澳門的生意不好 要製錢 現在都去新加坡 金沙 沒有在澳門製錢了 這基本的架構來講 這你要知道 不要不知道 以前洗錢都15% 你只要錢看著去 基本上你要飛去 那個瑞士銀行 他都可以把你飛 但是現在他們不太敢出面 為什麼有天網系統可以辨識 辨識這個是 譬如說這個南京的 這個是江蘇省省委書記 這個秘書 那個都辨識的出來 所以 所以現在來講 這個 這個 這個東俄大陸到澳門去洗錢 這個就比較少了 比較少了 因為 關很嚴重的 所以基本的部分來講 不基底 他在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開關的 就在辨識了 所以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你要把它往哪一個方向 往解封的醫美的概念 醫美的概念在哪裡 4137 你看這個 這個我來看一下 這個叫做利豐 這個是 是這個 直銷的 146 漲到 146漲到204 這樣 大概去50幾塊 50幾塊 才漲三層 對不對 然後 那個什麼 達爾夫 達爾夫在漲起來 達爾夫 這個是大特務的 那個 那個 美容的產品 還有6666 這羅利芬 這個就是 這一個部分 那 羅利芬的部分 就是我們女生 那個 那個 整形 美容 還是做等等的 這個部分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如果以這樣來講 我就講這個股票 純粹講給你聽 我說網通股的部分 再講一遍 4979 4979 那這下來 下來以後 他其實現在最 未來 營收 最有機會的 其實你注意一下 在這裡糾結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聯亞 我倒覺得是聯亞 因為這個投信 是買超了 然後4977 投信 昨天是賣超了 你看這個地方 投信大賣 賣完以後錯了 又大又賣 賣以後今天過高 所以要注意一下 3081今天投信 是不是還是持續買超 因為畢竟 這個股票 如果以矽光計畫來講 他的股價最高的時候 我記得古早古早 這個多少 400多 不是600多 他最高的時候 在600多 矽光計畫 未來如果從400G 800G到1.6T 很重要的 其實最大受惠股 就是最上游的聯亞 聯亞光電 這個 這個所有最上游的元件 這樣了解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講到 剛剛講到醫美的相關 那我們剛剛講到4137 講到 這個去這樣 給你看到 4137是這樣 然後6666是這樣 然後 左燈儀斯 4190嗎 左燈 左燈也是這樣起來 6523 這個都是起來的 那有哪一個股票是最委屈的 我喝一下水 我再跟你講 其實在中國開點開最多的就是自然就是美 這個是不是以前我就蔡彥平博士還是叫什麼博士對不對 那後來賣給一家公司了叫2614 他的股價就在這樣 你這個其實你已經忘記了 你看他之前有一波行情就是這樣起來 從那個時候最低點 我記得是17塊漲到71塊 17塊漲到71塊 我記得是這樣 17塊 14塊 14塊漲到 14塊 14塊漲到71塊 有吧 上次漲一次 那現在來到這裡 他在這裡休息 他股價壓縮在這裡 他是我們國內什麼 其實在中國大陸自然就是美 不是嗎 他本來就把它併 這是在這個美龍 美龍連鎖的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呢 我們有一檔股票叫8454 大家都知道嘛 那個叫什麼 富邦媒 富邦媒是某某台 購物台嘛 購物台他最貴漲到多少 我來看一下 2190塊 2190塊 現在600多塊 對不對 富邦媒呢 漲到2000多塊 那我們第二大的 那個購物台是哪一個 第二大的購物台是什麼 第一個是MoMo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東森 東森購物 東森購物不是這個嗎 你看股價在這裡 最便宜的購物台 最便宜的醫美股 最便宜的購物台 最便宜的醫美股 那很簡單嘛 剛剛滾量 那就這裡嘛 這個當作停損點就好啦 這一個 破二十停損 破二十停損 你現在用什麼 你現在用什麼 用2塊錢的空間 去看一下他以前 啼笑的那個時候 你不要看他這樣沒點 他從14塊漲到71塊 14塊漲到71塊 14塊就當15塊 15塊乘以4 60 60 60的話就3倍 3.5倍 3.5倍 15塊 15塊乘4 60 對啊 60就是三倍 60還有一個 對 350% 漲350% 現在在這裡 那就是 機會 就要了解吧 就像8033的時候 我最早一下 跟你講雷虎的時候 你還相信他會漲嗎 我最早的時候跟你講雷虎 不是這個時候 很早以前 那這個時候 最關鍵的時候 跟你講雷虎的時候 11月抽他的心 在這下的心 你認為他會漲嗎 他有沒有漲 22塊多 如果漲到這樣 再漲一倍 是吧 當時在3046的時候 跟你講的時候 在這裡 你認為他會漲嗎 所以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 這有些股票 就是你 你跟著這樣的腳步 我事先跟你講 好不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有任何持股上的問題 可以加入我們的互動群組 互動群組 然後做一個換股的動作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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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王牌第二个财经 第二个财经 要讲什么 讲生技股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 我说有医美 因为涨到医美嘛 有医美 我看这4728 4728是不是叫匠米 你看匠米这样 你看匠米你看 从20几块涨到现在 100多块匠米啊 双米啊 是这样 然后6472也是这样涨起来的嘛 对这些都miss掉了没有关系 所以他在医美的时候 我在这里给你最有转机性 又有两个体裁 我们国内第二大的 第二大的那个叫做购物台 2614 他现在已经把东森卖掉了 购物台东森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那个自然镁 对吧 这两个并在一起 怎么二十几块 是吧 我看6666 到底贪几块 贪几块吧 然后6523 达尔胡赚的比较多 4137 嗯 不错不错 所以其实都是有量的股价 往上 好 那再来讲到生技的部分 生技的部分 6472昨天跌停 就带动生技股押回来 大家都回过头你想 营收创高一类 保瑞营收没有在创高嘛 那营收创高的生技股有哪一个 4114 叫建桥 哎呦 你是不是还记得啦 我跟你说 这是全中华民国最便宜的 的那个 这个学名药股嘛 对不对 我说建桥有300张诱证 你会记得吗 你还记得吧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那个 鑽石生技 我看一下我还能不能记得 鑽石生技 8902 我看一下忘记了 鑽石生技挂牌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这个会涨 你看这样下来 然后这样上去 三根而已 昨天拉起来 没有涨停 今天直接涨停 你看这头信有买吗 没有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营收创历史新高 4.0多亿嘛 那营收还有创高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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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名药相关 因为 因为这个是跟学名药 他主要主要的在学名药嘛 因为药症主要是学名药 没有300张 什么这个 这个 这个标白药 药症炸的 什么4510 可能4550 都有 300张 那不是 他是学名药 那所以来到这里营收有创高的 学名药股 还有哪一个 他是这样 卸下去 那还有一个叫4105 4105 其实上次他就要上去了 上去以后 他下来有没有 这是缺口在哪里 缺口在762 有没有要补762 没有啦 都没有补 就回到月线而已 那今天就增量上去了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营收 他的营收呢 原来是2亿 2亿3亿 4亿5亿 有没有6亿 有他现在6亿了 主要是癌症的学名药 他主力的产品在癌症的学名药 那还有疫苗 还有流感疫苗 对不对 那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在讲共性 共性未来的有些药 是东洋代工 蛤 对啊 所以以后要查厂 查东洋 对吧 所以国际上的一个 一个CTMO的部分 他也有 而且他获利从0.91 2.2 你这样看得到 0.92 1.14 1.36 其实他营收是不断 获利是不断的在拉升的 那毛利你六十几% 六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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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动作人 毛利 你看台基电 台基电是多少 比台基电还比较贪 然后1795 我们看一下1795 也六十几% 这位四十几 六十几 你有看到吗 那我看六四四六 六四四六七十几% 现在五六十%而已 只有这个月 是七十几% 六十几% 对吧 4105 你不知道人家六十几% 五六十%都六十几% 五十几% 六十几% 六十几% 毛利率 那四一四 我们看一下 他是三十几% 上的日子好 营收创高 毛利率越高的公司 获利越多 对吧 这你可以接受吧 营收创高 毛利率越多的 他就赚得越多啊 营收创高 毛利率少的 他的获益率就少啊 这样了解 那里面建桥是39% 然后看一下 4105是62% 那营收已经从哪里 我们看一下这起来 这有可能是起来 这波起来的时候 这滚上起来 他有可能就挑战前面的高点 883 885 就有机会了嘛 八十块加八块 叫八块 叫八块 就是88.9 如果他明天涨停是889啊 八块点零 八十八块八 明天涨停是88.8 因为八块嘛 零嘛 八 所以是88.8 所以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这样 好 那这些都涨了 其实还有 还有两个老公那漂没有涨嘛 一个是6446嘛 他在这里休息 他今天其实已经有增温的现象 我跟你说高价股要增温了嘛 有增温了嘛 有增温了嘛 有增温的现象 对不对 那六四六六六一七 六六一七在这个地方震震震震震 他也是在这里震啊 他震震如果往上 他守在月线 他也会往上嘛 他就在洗筹嘛 洗到没量 洗到现在剩一百多张的量嘛 基本的架构来讲是这样嘛 然后6620 我看6620 今天又继续上去了 这个汉达又继续上去了 有没有 汉达又继续上了 到一百块了 那从这个股价几块钱开始涨 从这个五十块 他已经涨了一倍了 那6838就等那个 等这个6589的药证拿到了以后 他就会往上走了 那4194就在这个地方震嘛 他也要在这里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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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啊 他最底下要27嘛 27啊27 就是好的一个点嘛 所以很多股票的关键 不是就这样 我已经给你做报告了吗 好 那当你看到八贯是这样涨 我要复制他成功的模式 那我们来讲 你看那档股票就3207嘛 3207的时候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材败啊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这样 你要这样找股票了 那他如果营收是创高的 这个就是 这个都储能的相关嘛 3027啦 3027 你看这圣达是这样嘛 你看这把储能的相关都会破掉了 储能的相关都是这样上去了嘛 那他的获利有没有这样 他获利是这样啦 没有他营收没有这样 他会0.0.0 这样嘛 但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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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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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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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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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